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拍一 拍一 拍一 云霄飞车 擦得这么光瓦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星 还不够潇洒 重来一遍 重来一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星众所周知 我们西安是一个美食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小吃特别特别的多 咱就不要说午餐和晚餐还有夜宵了 就说早餐 牛肉饼 竞高 杂干汤 肉丸胡辣汤 油茶麻花等等 但是在这些众多的早餐里头 称为王中之王中王的必须是肉丸胡辣汤 说到肉丸胡辣汤 阿星在咸阳吃过很多很多家 但是其中有一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倒不是说它味道有多好 是这个老板的吆喝方式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上中学的学校门口 有那么一家胡辣汤店 我感觉这个老板能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口味 比如说我每次进去 熊迪熊迪里边坐 扭头对着后厨喊道 搭腕辣子一个摸 当我的小伙伴进去呢 熊迪熊迪里边蹭 小腕辣子不要病 但是老实讲 他们家的口味 真的一般 后来也不知道这家店搬到哪里去了 虽然他们家味道不怎么样 但是你每次去吃的时候 他们家的生意总是 不错 这么一说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吃过肉丸胡辣汤了 馋死我啦 那么今天我下室要在家做肉丸胡辣汤 其实说到肉丸胡辣汤 每次去店里吃的时候 总感觉这个美食高深莫测 那么大一个锅 不像在家里能做出来的 其实当我查了攻略以后 我发现也是很简单的嘛 那么做肉丸胡辣汤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 莲花白 菜花 胡萝卜 西葫芦 土豆 大葱生姜 当然还有牛肉 这块牛肉的60块钱 那么用到的调料有哪些呢 淀粉 花椒粉 培胡椒粉 牛肉浓汤堡 当然还需要盐啦 盐也少不了啦 这些只是做肉丸胡辣汤的食材 吃肉丸胡辣汤还是要配妥妥膜 又要做膜 上一次我和面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的盆太小了 那么这回我换了一个大的 首先加入面粉 这个好像有点太大了 所以还是用这个吧 获自己的面 让别人说去吧 加入酵母 加一点盐 一边搅拌 一边加入温水 现在开始揉面 三光 你懂的盆光 手光 面光 每次揉面 心情都是 极度繁杂 好 现在就揉好了 你看这盆洗得多干净 不是 揉得多干净 盖上保鲜膜 醒上一会 好 现在面就醒好了 这次咱就别做妥妥膜了 太费劲了 一个一个又那么小 咱做一个大锅馈 这个面发得真好 看里头的蜂窝状 这些面我感觉能做两个锅馈 咱就一分为二 出锅 看这磨 多漂亮 再来一个 切成四个角 又酥又脆 看这磨 烫死了 好吃 好 现在磨就做好了 接下来开始制作肉丸胡辣汤 切葱姜 制作葱姜水 这大葱也这么厉害 葱姜水得泡一会 咱现在切菜 切胡萝卜 看看你的眼睛块 还是我的刀块 我记得有削皮刀 削皮刀块 削土豆 削西葫芦 切菜花 最后切卷心菜 好 现在菜切好了 制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牛肉丸子 首先把这块牛肉搅一下 先给它切块 现在拿料理机给它撂一下 我是没有买到绞肉 如果你有绞肉的话 就不用料理机撂了 咱给它直接快挡走起 这个肉一定要刮干净 60一斤 太贵了 在搅好的肉里面 加入一点白胡椒粉 花椒粉 盐 鸡精 淀粉 现在把泡好的葱姜水 给它过滤一下 加进去 手打牛肉丸 朝一个方向搅拌 给它上劲 现在这个肉泥就差不多了 再给它摔打一下 上劲 肉泥做好了 现在咱就滚肉丸 滚肉丸需要一个大铁盘 我相信大铁盘不是每个家品都有 有冰箱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东西 直接在这里滚着起来 有点像滚元宵 加入淀粉搓肉丸 自己在家吃 就可以搓得稍微大一点 像滚元宵一样给它滚一下 肉丸就好了 现在把肉丸焯到八成熟 凉水起锅开火 水开下肉丸 肉丸 肉丸漂起来以后滚开 咱就可以关火了 哎呀 这肉丸太美了 魅力很 这么多肉丸 就想检测一下 弹不弹 不是很弹 但是很黏 为什么 因为这会太热了 它如果凉了以后 还是非常弹的 关键 看到没 现在另起锅 水烧开 下浓汤堡 牛肉浓汤堡 如果有牛骨头 熬汤是最好的 我没有买到 所以我买的是浓汤堡 也比较简单 浓汤堡化开以后 咱就下肉丸 最关键的是肉丸一定要多 自己家吃肉丸 咱还不吃过瘾 煮开以后 先下胡萝卜和土豆 因为这两个比较硬 煮开以后 加入菜花和西葫芦 煮开锅以后 再加入莲花白 现在下调料 盐 鸡精 白胡椒粉和花椒粉 再加一点点老抽 是为了提颜色 好了就可以了 最后加入水淀粉 水淀粉就看着加就可以了 先加一点试试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用小火把菜煮熟 然后咱不停的搅拌 一定要一个方向 到这个粘稠程度就差不多了 怎么样 太美味了 看着有模有样了 跟外头卖的基本上一个模子 师傅大碗吗 小碗 大碗 对 要辣子不 要 这个模 啥模 对对对 好 多余弄些丸子 辣子多吗 少 多了 对 大碗三个模 今儿咱就不喝冰封了 来一个汉丝香橙 其实和冰封的一个味儿 看这个肉丸胡辣汤的颜值 我觉得跟魂冰间不相上下 等了两个月终于吃到了 亲手做的 太激动了 让我先尝一下肉丸 好吃呀 这个味道真的很让我意外 我想到 应该就是一般的口味 但是真的好吃 感觉是太佩服我自己了 无论是颜值还是味道 可能跟这个农藏宝有很大的关系 肉丸胡辣汤好吃的诀窍 就是一定要舍得下料 花椒粉 胡椒粉就搁劲放 吃的就是那种麻辣的味道 再来两个肉丸子 刚才太激动了 没尝出肉丸子什么味儿 这个肉丸子非常的Q弹 而且一点也不腥 我买的这块肉也是上好的肉 加上各有调料 真的是好吃 这碗肉丸胡辣汤 是我有史以来吃过肉丸最多的 晶莹剔透又Q弹 阿星手打牛肉丸 我觉得我煮的这个菜的火候 也是拿捏得很好 每一个菜都吃起来脆脆的 没有煮得非常过 如果非要说这碗胡辣汤有什么不足的话 就是辣椒油 我的辣椒油没有外面垫里头 那么香 再来个锅盒 这才是正宗的吃法 我觉得这一碗我都不够 今天能吃两碗 把馍泡一下 这个馍能吸出汤的味道 泡馍更好吃 绝了 突然吃出来一点 当年赶着去上学吃早餐那个感觉 麻麻辣辣 太过瘾了 再来一碗 再加点辣椒 减皮的小伙伴可看清了 一定要多放辣椒 这样才能麻辣咸香 整体来讲 这个肉丸胡辣汤的做法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觉得在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而且味道又很好 但是记住 一定要多放白胡椒 还有各种调料 这个口味一定要重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要开吃了 好久都没说 那就这样吧